让人过去 顶着他 一月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父那里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爱世上属于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耶稣和他的门徒吃完饭 魔鬼已经把出卖耶稣的意念 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 耶稣知道父已经把万有 交在他手中 并且知道自己从神而来 又要回到神那里去 他起身离席脱去外衣 拿一条手巾熟腰 然后他倒了一盆水 洗门徒的脚 并且用舒腰的手巾擦干 轮到西门彼得 主啊 你要洗我的脚吗 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 以后就会明白 不行 你千万不可以洗我的脚 如果我不洗你的脚 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 主啊 那那就不但洗我的脚 连我的手和头都洗吧 所有洗过澡的人全身都解净 只需要洗脚就可以了 你们是洁净的 但不是人人 都是洁净的 原来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 所以他说 你们不是人人都是洁净的 耶稣洗完了门徒的脚 就穿上外衣 再坐下来 我给你们做的你们明白吗 你们称呼我老师主 你们说的对 我本来就是 我是你们的主 是你们的老师 尚且洗你们的脚 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是要你们也照着我所做的去行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奉差遣的 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 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 所以如果去实行就有福了 谢谢大家 我给你们做个桃子 照能 每个桃子 匙